真的還不動了 錢要房貸 還完我差不多要65歲了 月光 一萬兩千次 然後還二十四年 但是我沒有想到 驚奇不驚奇 我上網找一下 到底中國房貸是甚麼一回事 看回近幾年 即是剛才那群喊喊的中國人買樓的那個時期 不了解 果然 魔鬼再細節就是一些 就好像是由他買樓那一刻開始 就已經導入了中國政府為他設的一個陷阱 這樣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近年中國經濟變得越來越差 失業率又居哥不下 再加上有大量外資的撤走 就搞到一直以來抵制外資的那幫小班農又喊喊 這樣你都有眼看的 現在我們每個月要花五千塊錢的房貸 像我們這種工薪階層的話 永遠的只能賺四千多塊錢 但是正所謂雖可有條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就有越來越多中國糾菜也好 中國小班農也好 就開始抱怨說到 我還沒想到 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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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買了房子 以為會過得更好 想不到 2020年我就失業了 到現在 現在我真的沒有錢 玩這個房貸怎麼辦 哎呀我我還了三年 為什麼我還了這麼多錢 但是還欠了銀行這麼多錢 到目前我已經花了三年多了 真的還不動了 這樣房貸啊 還完我差不多要六十五歲 這麼久 叫做people live happily as child 學年的時候突然想結合買房子 都找了父母跟親戚 結了一百萬 再預備了 弄了台三千二買了他兩百八十萬的房子 收復了一百萬 總是花了三十萬 約工 一萬兩千次 然後花了二十四年 但是我沒有想到 堅持不堅持 公司自己倒閉了 所以 買房子沒得好久 我都失業了 那今天就等很簡單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中國的戀心故事 給大家看看 究竟一群中國人買房子之後 要面對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人買房子 他買房子 唯獨是中國人買不到房子之後 搞到好像逼他跳樓 還有就是 到底中國政府背後 又如何透過這件事 不斷地割韭菜呢 最後就這麼多一句了 我都會就著一件事 去分享一些外國人看法狗雞 想說一件事 其實你只要在中國社交平台那裡 看關鍵字都不難發現 近年真的有 越來越多中國人 走出來拍片 抱怨說著說 自己買的那一層樓 已經沒辦法 繼續去還那個房貸 我扛不住了 我抬來了 我準備上公了 我不想還貸款了 我現在手中有兩套房子 現在依然欠款 一百七十萬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現在好想把它給脫掉 但又仿佛是脫不掉 好難過 但功了一年多了 好像也被查封了 這裡就等我找些少個例子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究竟一班中國人 面對房貸的時候 那個真實情況是怎樣 薯條 你說你真是 你真是 我說得這麼完美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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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可以了 你是不是 你讓我過來 過來 薯條 作死你 過來 不要去那裡 唉唷 她又走了 看風景了 可以了 你真的 你看 不准去那裡 出來 不准 不准 Kaiser 不准 快點 想看看 可以了 來了 Jabba 你爸爸 你不要再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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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ve 在這裏就等我換一些例子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究竟一般中國人面對房貸時的 那個偵察情況是怎樣呢 當我看到這裏的時候 我突然很好奇 為何一般中國人買樓 然後借貸 但是好像弄到沒了半條命 而在我好奇心驅市之下 我上網找一下 到底中國房貸是甚麼一回事 看看近幾年 即是剛才那群喊喊的中國人買樓的時期 其實中國首套房貸的平均利率是5.4% 看起來也不算很高 對不對 那看回香港 其實都只是高香港 約1厘左右 到底為何會弄到這群中國人 喊狗命 當我繼續研究下去的時候 就讓我發現 果然 魔鬼再細節就是這些 那就是一群中國人買樓 其實是跟其他 又或者跟我們在香港買樓 是很不同的 就好像是由他買樓 那一刻開始 就已經墮入了中國政府為他設的一個陷阱 首先第一個陷阱 原來中國央行是可以影響防貸利率的流動 由於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相對比較低 利率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受到中國政府的政策直接影響 就是為了抑壓房價過高上漲 那中國政府是很有可能 它是擅自可以提高那個房貸的利率的 是啊你沒聽錯啊 就是說想提高6% 那就是6%了 那中國人是無所謂的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規矩來的 反觀看回香港 拿回香港做個例子 就是香港的金融市場相對來說比較開放 還有就是利率其實是基於市場的供求而決定 當然也會受到美國的交息或者減息 而影響到我們香港的利率的那個變動 所以正正因為中國政府 原來可以透過政策來直接影響金融市場 喂 那還怎樣玩啊 是不是啊 中國政府它想那個房貸利率變為5%、6%、6% 那難怪那些中國人還房貸還得叫狗命啊 那到第二個的陷阱 就是原來中國房貸的利率是有下限而沒有上限的 那真的很噁心 那我又拿回香港做例子了 那你在香港其實都是只有H案和P案 那如果H案的話 那就算銀行同業策息有什麼的變動都好 那它都會有封頂的嘛 會有上限的嘛 就是不能夠壞 因為無緣無故做百利 你就真的要還百利這樣對不對 那但是中國原來不是這樣的 就是要我找回來的資料啦 那可能會錯的 那 暫時我就未見到中國的房貸利率是有封頂又或者是上限 就是就算它央行調到百利 你都要是被迫還百利的 那還沒算 而且他們還設有一個叫做房貸利率的下限 也就是說無論房貸利率怎樣變動都好 低極都不會太低的 那那算怎樣 那簡單來說就是說 如果中國的房貸利率高的時候 那那幫中國的業主就會虧到混蛋 但是如果房貸利率低的話 因為有一個的下限 所以那幫銀行都不會虧錢的 我大哥這麼搞的 我真的 是不是啊 不明白啊 那就是銀行一定會賺錢 然後當有什麼事的時候 虧錢的就是那幫中國業主 我大哥 這個制度不是那麼完善 對於那幫銀行和中國政府的保障 那就是你有辦法 我怎麼辦 那你說要證明自己不是垃圾 那到最後第三個的陷阱 就是在中國 如果你沒辦法按時 又或者你沒錢還那個房貸的時候 那其實銀行是有理由 透過法律的程序收回你的房子 然後拿去拍賣 然後就用來清掉 你欠銀行的那些貸款 但是如果清不完的話 你還是依然要繼續還錢給銀行的 那其實一個的處理方式都沒什麼的 就像香港那樣 那我們都是這樣而已是不是 但是都講明了 魔鬼在細節 那究竟中國和香港之間又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就是因為那些中國銀行 當見到你沒錢 沒辦法繼續還那個房貸的時候 它是會直接收樓 然後拿去拍賣 而一般而言都是會賤價出售 所以就變相搞到中國人 還要欠了銀行一大塊的債務差額要去還 那個還責壓力更加之大 反觀香港其實香港人是可以跟銀行有談有談 甚至是透過短售、融資、債務重組 去減低你的還債壓力 就算你在香港真的沒有錢還 沒有能力還那個房貸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申請破產去免除一些債務 但是反觀中國大陸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破產這一回事的 就算近這幾年推出了一個破產法 但是都相當不完善 隨時你申請完破產都未必批了 都未必可以給你完全免除那個債務 所以你說做中國人有多幸福才行 我拿香港做例子跟中國比較已經算好的 你知道嗎 隨時我拿其他國家例如美國跟中國比較的話 你就會發現中國人真是 韭菜中的韭菜 炒到連媽媽都不認得 想到各位網上找回來的資料 如果你說你在美國買屋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在這12個州份裏面買屋的話 是可以享有無追溯權 簡單來說就是說 如果你買了房子 最後發現你沒有能力 沒有錢去還那個房貸的時候 其實那個銀行就會直接收走你的房子 而不需要去還之後的那些債務 是啊你沒聽錯 就算銀行賣了你的房子 他虧了錢 他都不能夠追回你拿回那個差價 難怪這麼多中國人 我常常排隊排綠卡 現在終於明白了 難怪你們這麼喜歡跑去美國 原來真的 這個腹味真的不錯 所以當大家聽到這裏 是不是開始終於明白 為什麼一幫中國人買房子之後 要面對這麼多這麼多的壓力 錢好像還的也還不完 也沒什麼 這些中國人買完房子的那些 如果你們覺得很痛苦的話 有空唱國歌 他們有些中國國旗 那就OK啦 不如實講解 你不要說話了 你這幫中國人 今時今日 如果在中國買一棟房子 正在供房子 你們已經算幸福了 或者買了一些藍美樓 到現在還沒搬進去住的那幫中國人 還慘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們不要經常這麼悲觀 像你們所說 你們經常都要吸收一些 正能量的資訊 那我之間就正能量的告訴你 其實都不用這麼悲觀 是不是 首先第一 真的不可以喝醉的那些說話 看到你們中國人 每個人買完房子都哭了 然後又說很多利息要還還 都還不完 現在我想說 其實我剛才跟你們分享的所有資料 我都只是上網隨便找回來 是啊 你沒聽錯啊 你別以為我認識很多啊 我只不過是上網打一些關鍵字 然後看到他給我 就這樣說出來而已 那最划算的就是 我還有很多資料 都是在你們那些大陸網站那裡找回來的 喂 你說你真是 笨心 喂 不是吧 我已經不要求你們 翻牆開VPN 然後出去其他地方找資料 我特意去找那些什麼百度 找回你們大陸的那些網站 你們那些人的電話平時做些什麼 用來看抖音和打飛機的 蛤 猴這些那麼重要的事 竟然都不做一些資料搜查 不做一些功課 那最好笑的就是 我還要隨便上網打出一些關鍵字 就已經找到一個大陸網 它的標題還要大大隻字寫著 中國房貸利率為什麼還是高 而裡面還很詳細地跟你解釋 為什麼中國人買樓要還價這麼多利息 但是其他國家就不會這樣的 喂 大佬 我很難問這些資料 不是吧 上網隨便按就按就按 就是 你們好像現在圓夢初醒那樣的 幹嘛 你們這些中國人 那你猜就是猜菜而已 哇 告訴你你現在買了 賓督屎好過問你 那我就有第二 就是如果你聽完我上日sr所分享的東西之後 就已經是覺得那幫中國狗菜在中國那裡買房子 又是一件很慘的事的話 呵呵 呵呵 錯啦 一些就只是前菜而已 就是得罪點這麼說一句 基本上一群中國狗菜 如果它不是達官貴人 又或者是特別有錢的話 由它第一次踏入中國房地產一刻 就已經中了中國政府的計算了 我才不計算它們供成三、四十年樓 分分鐘它們還價的那些額 還可以買多一層樓 又單單就只是看我剛才分享到那些房貸的利率 政策的變動 甚至是沒有上限、有下限 一些這樣的濕溝設定 你就知道 根本整個就是中國政府精心設計的一個狗菜騙局 就是為了這幫中國狗菜而設定 接著就綁住你們 務求令到你們一輩子人不斷打工賺錢 然後養銀行和養中國政府 但是當然一組的情況 其他地方都有的 就來是香港了 但是有一些情況 唯獨是中國才有的 首先第一個問題 就是偷工減料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了 中國有什麼叫什麼 基建狂魔 那些基建建得很快 但是同時都想得很快 所以正正是這樣 如果你說你幫中國人買新屋的話 基本上你住了十年、二十年 就開始出現一大堆的問題 是需要你多給錢出來做維修、維護的 而如果你這麼不幸買了二手樓 買了一些舊樓的話 那你就真是混蛋了 基本上由你進去住的一刻開始 你就已經不斷的銀河包 我給市場去做一些維修 知道嗎? 後期我兩層 總之在半年之內不倒閉就可以了 合約在這裡 那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當你幫中國業主 真的遇到一種偷工減料的問題 也好 又或者其他問題 其實你們都沒有辦法 透過維權 來保障你們應有的權利 基本上由你買了那間屋 進去住的一刻開始 如果裡面有什麼事 有什麼冬瓜豆腐的話 就自己解決 好嗎? 那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其實中國 是沒有永久業權的一件事 簡單來說 就是說 你們這些中國人 即使是公園一層樓 其實你們 就只能夠享有70年的業權 而如果你供樓的時間 是長達3、40年 又或者50年再長一點的話 基本上你供完 又或者可能將房子 留給下一代的時候 那下一代住住一下 就可能被人趕走的了 對呀 你沒有聽說 即是你這群人 是用了一輩子的時間 辛辛苦賺點血汗錢 然後供一個 不會是 完全屬於你的資產